现在就是堵车的时间 走到哪个组 和外地过来的朋友 就说客人有说两天的时候 我们也会聊很多 包括疫情期间的 那些眼睛看到的 心里面感受到的 还是会聊很多 想想那个时候 不是全国人民的支持的话 真的 怎么熬得不来 对吧 我们回去之后感觉非常的爽 刚刚解封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开门一夜嘛 其实也是比较冷清的 然后到了那么后来 感觉武汉恢复了 平时的那种防滑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我们在这里付出了 也得到了一些回复 在疫情之后 我觉得武汉这个城市更安全 所以我感觉更烦恶复了 我之前也在武汉上学 恢复的挺好的 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 就刚才我到第一个路口的时候 过那块人挺少的 我还以为没恢复了 然后到这边基本上感觉都挺好的 那火车站晚上还要做消沙工作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 跟之前 心情上还是感觉很亲近的 不仅是感觉这里拿点都挺熟的 特别是刚才吃热干面嘛 然后我觉得要尝一下那个热干面 还有那个豆皮 都是以前经常吃的东西 我感觉到就是城市好像一下 感觉到一下就火起来了 当时因为我们跑外卖的 根本就看到整个城市 就像那一个 没有一点的生意气 现在说实话 人啊吃啊 酸牛肥脐的很好 感觉到很 生活在武汉 感觉到还是难的 日子来的 还幸福 希望武汉越来越好 湖北越来越好 其实经过疫情以后 他们对医务人员的尊重 对医务人员的依存性和信任 都是不一样的 全世界都知道武汉了 从最开始的迷茫 曾经也很沮丧 但是我觉得 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再回首我们这一年 的抗疫经历 我其实可以很自豪地说 放眼全世界 武汉可以做得最好的城市 对武汉人来讲 最希望自己的城市 变得更加干净 漂亮 安全 能够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对武汉人来自豪地做得最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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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